陳偉 各位窮頭是沒有大家午安 好 馮陀我們先來關心一下今天 強勢的一個小兵 最猛的強勢族群有哪一些呢 一起帶您來掌握有幾個族群 今天盤面上最強的 包括了低軌衛星的題材 星鏈計畫的指標股 太陽 聲茂 聲達科 金寶 都是盤面上最熱門的指標了 那在電動車 車用相關的族群 其實持續出現的是輪動的效應 今天輪到了二集體 台瓣今天是創下了波段高 強茂出現了反彈 另外包括了德維 台雅也有表現 那PCB 其實PCB近期 好像持續吸引外資投信的關注 今天有幾檔 蠻強勢的 先來看到的是大股票 ABF載板 3037的星星 其實日K已經是連舞紅了 今天是再創波段高 8046的南電今天要來挑戰季線 那在車用版的部分 6251的定影 定影今天也是出量往上攻 但是上檔看起來又有一些些壓力 另外還有哪一些 就是解封概念股了 今天包括了旅行社的一個概念股 山富 五福 鳳凰 雄獅 這些表現都是強過大盤的 只是解封概念 旅行社股價強 但是航空雙雄股價卻是疲弱 航運類股指數在五盤是再度出現了一波壓回 航運指數在目前來到了金低 要來請教封路 五盤看起來湧現一股賣壓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看到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在目前也是來到了金低 有一些要找盤強勢的股票拉回了 像是3707的漢磊 今天創波段高143.5塊錢 但是剛才股價卻是一度的翻黑 你怎麼來看今天的個股表現 我想其實在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這樣大戰的情況 台北有數既然是這樣子 開個小高就立刻翻黑 表示來到週五的時候 追價的一個買盤變不高 再來就是昨天的一個籌碼變化 大家都看到昨天投信 連36買之後第一次出現賣超 那外資也是呈現賣超 所以今天早上的一個攻擊欲望 就沒有非常強 那當然早上在回檔的這些強勢股 其實都是有先創短高的 這就是我們一直跟大家報告 如果說你看它創新要再去追 很容易受傷 但是你等它創高拉回縮量 你再去做布局 機會很好 再來這整理的大盤 從底部往上進行反彈 來到這裡其實上面就有 季線的一個反壓 而美國股市昨天也是全部都站上季線 但是季線趨勢還是向下 所以市場大概也在猜想 在週五的一個前夕 那美股就按在漲也有限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轉 轉而就相對來講比較保守 那融資的部分 昨天融資上市又增加了 上規也增加 所以這短線上的融資 就會造成今天的一個重發混亂 趁得利多很多股價在做修正好 那這是整個大盤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剛剛曾偉在提的 這些族群裡面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是最近很熱的3707的旱壘 旱壘其實你看它股價過季線之後 其實你往左邊一看 它離高點173.5還有一大段距離 對不對 好 那但是要串的短部那高點 請大家看 它從這一波跌破100元開始反彈 來到界裡已經將近了多少 四成的空間非常大 那既然你面臨到去年11月到12月 這兩個月的大逃步區 再加上請大家注意 它最近的私募線真的價格是90元 那這邊的一個部分 離它的私募線的價格比較高 會不會有人是先在這邊 逢高物理調節 這個是要先去留意 那加進也是同步 因為同一個集團 那另外的話可以看到 最近最強的 也是所謂的一個 西晶圓的概念股 是代號3532的台勝科 那也是創高之後 哇 你看 投信連賣三天了 那投信前面買了一大堆 今天連賣 那當然股價市場上看到 投信在賣就跟著一起殺 好 那包括像6182的一個合金 也是被連續帶動 因為投信連買四天之後 昨天一開始賣 但是整個族群我會認為說 因為整體族群來看的話 以3532它基本上應該是屬於修正本益比 畢竟它的一個去年獲利並不是太高 那三塊多的一個股價 的一個獲利 股價本益比 如果有去年1PS 才算超過100倍 那這當然做修正是很合理 那其他的話 我會認為說像6488的 矽晶的一個環球晶 那今天這個三桂指數裡面 它是成分股成分最重的 那它跌當然 三桂的一個指數就不會太漂亮 但它股價大家可以發現已經在底部整理了 像這個投信昨天還在買 今天我不認為它會賣出 應該是屬於整理的狀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整理的族群應該是在做說 本益比的修正 好 那我們再來看今天其他一些的個股的話 我看到比較整齊的 現階段還在上漲 除了ABF之外 那因為F不是已經漲太多了 價格也太高了 我就不建議大家 就持續在這邊做操作 我反而會用我上個星期 跟大家報告 像2457的飛鴻 用它來做一個分析 因為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說 它還沒有到季限 可是大反而要去挑戰季限了 那麼它的一個股價 又在當時候私募價格附近 那投信這邊沒有買進 它自然也不會有投信 記底結帳的一個賣壓 那我覺得說 整個充電裝電動車的一個題材 再加上儲能概念 值得投資朋友就注意 當時在季限值下 然後連續上漲 那來到這邊的話 又面臨到 這個去年1月份高點的一個壓力 就不用過度的去做追加 但長線真的是看好 可是從它來去引申的 就是車店族群 因為特斯拉也占上了千元 所以我在這裡面 先幫大家來看 那特斯拉的概念股 大家都已經很熟悉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系統電 中探針 還有就像這個3092的紅塑 這些都是之前跟大家報告過 那表現也都不錯 那我們要幫大家再找一個位階 相對比較低 而它是國內的一個首選 這個是代號6129的普城 為什麼要特別說普城 因為大家都知道紅海的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因為它今天它的一個 這個MIH聯盟夥伴大會 暨海外招商會是今天 它已經有公告 10月18號就可以開始 紅海科技的時候 就可以開放 它的一個Model C的預定 這是百萬級別以內的電動車 我相信紅海製造絕對是什麼 高CP值 那再來 今天是這樣的一個日子 這個是有請了200到250家的會員 參與這個實體生會 就MIH這個大會 同時它要直播創演 全球2300家的MIH的一個會員 請大家注意 已經來到2300家了 共同要搭建EV開放的生態系 那我想如果說 我們上禮拜先跟大家再講的飛鴻 如果說可以照這樣的邏輯的話 那我認為浦城機會就很大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紅海集團進行垂直整合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它就肥水不落萬人田 那集團中最早切入車店的 應該最有機會 而浦城就是集團中 最早有接住車店 而且有認證過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營收成長的一個部分的話 從基本面前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去年其實是浦城算一個大豐收年 因為過往 它在車用影音的部分 的一個相關的貨 相對有限 但是從紅海要切入到NH之後 它就收到了一個注目 因為它是最早切入車店的 所以它去年的營收獲率 已經正式的轉扩 去年全年賺了0.63元 而且第四季是呈現一個 當年度最高賺0.2元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不錯的表現 這個是季增25% 年增185% 當然基期低是一個好處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再跟大家報告 相關的IC設計 大多數只要接入到車店 它的一個本益比就可以大幅的提升 而且長線來看 紅海的一個車 電動車 我認為未來會變成一個 台灣市場汽車的一個新力量 那其中最能夠受惠的 當然是中低價位的補程 而且補程的股本相對小 只要一旦有進入到訂單 它股價狂噴的力道就會很強 再來看一下整個技術面 它技術面是在3月23號 它出了一根大量 請大家注意它出大量是要去攻擊線 那這兩天其實像昨天指數就在整理了 那今天指數也是開個小高就整理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一根3月23號的一個長紅大量 下緣並沒有被跌破 而且它同步還站上越線 那這邊如果基星在站穩 再一次出量 它就可以去挑戰2月24號這一根 就所謂2月4號是不是 俄羅斯跟烏特蘭的一個 烏克蘭的開戰日 這一根過去之後 整個大底部就完成 我倒是會認為投資朋友 如果用一個中長線的布局操作思維的話 像我們過去跟大家講 提倡卡位提前布局 早上跟大家報告的三副旅遊 也是一樣 未來要解封 然後你看到新加坡 先看到日本 那當然找最受惠的公司 所以我會建議投資朋友 可以開始留意 6129的補測 我們就是要解釋了 我們來看見 對市民主要的公司 我們來看見